哈喽大家好我是KK 我现在呢在湖南的长沙 也就是在流洋湖畔 一个停车场 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刚上市的领克09EMP的远航版 也就是我身边这台车的升级版 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 我这个PHEV刚刚提车两个月左右 它这个远航版就上市了 突然发现自己就像是那根稚嫩的韭菜 其实我在提这款车的之前呢 也是在网上了解了一下 是听说会有一款09EMP的升级版 也就是大电量的这个版本会出现 但只是也仅仅是网传嘛 而且呢说是最起码得明年才能上市 那我呢就秉着说 早买早享受的这个想法嘛 就把这个PHEV版本给定了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真的是两个月以后 它居然就已经上市了 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而且最可恶的是这款EMP 把我最不喜欢的这款车上的功能呢 全部都改掉了 比方说 它的电量从18.8度变成了40度 然后续航里程呢 从80公里变成了150公里 而且还增加了快充功能 这个功能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第二排的空间呢也得到了改善 就是原来高高隆起的那个地台呢 它也变成平整的了 那它的二排空间呢肯定就会更大一点 而且它的尾部呢就是有点不太协调的四处的排气管呢 它也隐藏起来了 哎真的是越说越气 按说呢厂家呢也是比较重视客户的意见 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把所有的这些功能都改掉了 而且还给你出了个新款 但是呢 我就是高兴不起来啊 因为我都享受不到 当然除了外观和电池上的一些变化以外呢 它的油箱呢也从原来的50升变成了70升 底盘呢还是那个SPA底盘啊 但是呢 它好像是为了能够安装下大油箱和大电池呢 也进行了一些魔改 电机也从原来的两个增加到了三个 所以呢 它的总的功率呢 从原来的317千瓦就变成了382千瓦 达到了519匹马力 扭矩呢也达到了恐怖的844扭 所以呢 这个数据看起来还是挺吓人的 但是呢 它可能是因为增加了电池跟油箱的重量 所以百公里速度呢 倒是比这款PHEV慢了0.3秒 但是我看实际上在媒体上测试的话 我觉得它这个速度好像还要更快一点 唯独呢就是这个变速箱变成了三档的混动变速箱 并不是我们目前的爱信的8AT变速箱 这样的一个改变呢 对于这款车来讲呢 到底是好还是坏 我就不是很懂啊 所以呢 我也咨询了一下340店的相关人员 它给我的答复就是说 按照我目前的使用方式来讲呢 这个目前那个8AT爱信变速箱可能更适合我一点 因为我经常要拉着我身后的那台大拖挂嘛 就是要在高速公路上奔跑 所以呢 它也需要长时间的去承受很大的扭矩 所以可能8AT的变速箱呢 会更适合一点 不知道屏幕前的小伙伴是怎么讲的 如果有专业人士的 可以在我们评论区下方留言 帮我们解答一下 目前来讲呢 唯一让我平衡一点点的呢 就是说这款EMP的版本 就是跟我一样配置的这个版本呢 价格呢 比我们贵一点 呃 它现在的售价是37.58万 就跟我这个配置是一样的 那我们当时定下来的呢 是34.58万 37.58减34.58 好像也没差多少钱啊 所以呢 我跟艾米同学呢 就是对于这个远航版呢 就非常的纠结啊 我们在考虑到底要不要升级这款车子 因为毕竟啊 这个大电量 大续航 还有快充功能 这几个功能对于我们来讲 就是特别特别的重要 因为在我们的旅行过程当中 这些功能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便利 但是呢 如果考虑到更换升级这个车呢 按照目前领克厂家的条件呢 就是说 呃 按照85折 来回收我们这款车子 然后再补差价 这样子里里外外算下来以后呢 差不多我们要补8到9万块钱 就光光这个车价的损失啊 就是85折的损失就差不多是5万块钱 那短短的两个月时间 我们就得损失5万块钱 对于我们来讲呢 还是有点接受不了的 所以呢 就是非常的纠结 呃 不知道屏幕前的小伙伴是怎么想的啊 呃 如果你有什么更好的想法呢 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呃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